哈嘍大家好 這次的話來試玩這款遊戲 命運之子 塔防戰鬥 那這款遊戲在台府即將推出囉 我們就來玩玩看看 這款塔防概念的遊戲吧 BGM的部分真的就是承襲了命運之子 聽了就好懷念喔 那玩法大概跟骰子玩法有點像喔 不過整個介面倒是真的是挺像 有那種命運之子的感覺喔 就連那種對話框啊也是一樣 好啦 合體變成二星喔 如果你有玩過類似的遊戲 大概就是不陌生啦 立刻就知道要應該要怎麼玩 那你除了可以召喚出一星角色之外啊 你的能量累積到一定的數值以後下方可以進行強化 這個時候你就看你哪一隻角色比較多 你就可以去針對角色的數量最有效益的去進行強化 嗯假設我來看一下喔 好這隻我們就可以強化了 其實命運之子 那些角色其實我都認識 但是我都叫不出名字啦 會不會 不過玩下去有一種很爽的感覺喔 因為是命運之子嗎 是我之前很喜歡玩的遊戲喔 我們初級先派一星的出來好了 你只要擊殺敵人就能累積人量子喔 如果以骰子類玩法這款遊戲 台幅出了其實會想要入坑的 好力量提升 那是點擊點擊右下方喔 我會塞滿了 塞得滿滿滿的 好全塞滿了 我看我不能我這一把就是全塞滿了以後再強化針對部分角色來做強化好了 這隻可以強化 合成 我打贏了 對方輸了 我贏了電腦了我好開心喔 這邊可以解鎖箱子 訓練 我能退出去嗎 可以耶 按倒塞鍵就能退出去了 我想要看一下其他界面 好吧那總共有五場訓練要打 好吧我就已經打到 第四場了 這場就第五場 其實打這個還蠻休閒的啊 你只要一直點一點就顯了啊 二四六八 你大概有八隻角色的時候就可以強化右下方了 平均增強攻擊力啊 然後你再慢慢點把點滿 目前我的玩法是這樣啊 未來我不知道會不會改掉 但是目前我發現這個玩法 好像還不錯 好全滿了 那我就平均把他們都 強化起來 來 在強化右下方 這時候要看你要不要繼續去進行合成喔 每一次合成都是隨機的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其实像这种类型的游戏啊 如果是以骰子来看是有点 对我来说是有点无趣啊 但是你对于这种比较知名一点的 IP啊 其实我就会觉得玩下去很有感觉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了 但是我本身是这个样子 看到好多哦 游米尔新契约 好了首页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 游进 感觉要给一些不错的东西啊 哇好多碎片啊 爱修 毛球 主人公耶 主人公你现在才出现了 不过感觉起来 算一点他角色啊 算是蛮生动的啦 但是似乎没有像 命运之子这样子哦 比较性感 他现在这服装好像稍微就好一点而已 不要说有的音效跟VGM就是完全承袭命运之子一贯的 一贯的背景音乐 哇 迅林克斯哎 还是很生动 我们看还有什么角色啊 赛莲 这只怎么莫娜怎么没有先登场了 奇怪 达努 有很多人去角色啊 不过后续应该还是会有新角色出现了 很不错很不错 不过感觉还是一样哦 全球同府的样子哦 这边 这张 这张 花钱的 270 这个是台币吗 连消费模式都跟命运之子都很像 哈哈 我们先退出去好了 先退掉先退掉 我先把东西拧一拧了 解采取竞技场人 包包包什么 我们就来介绍这个界面好了 这 魔王后补生看你要使用哪一种的 现在目前有主人公跟达莉亚可以那一选择 然后下面就是出战的角色 把生亚按了使用以后 也就可以看哪一只感觉比较弱的把换掉 把这个换掉好了 其实他们都可以晋升了 所以强度是可以期待 哇 这只好像有点 稍微 每秒伤害100 加10加11 攻击最像是最前方的怪物哦 嗯 哦 你升级了以后 你的账户等级更能提升哦 这只爱羞好像 碎片挺多的哦 每秒伤害43 71 这只110 100 哎 没有没有没有 11 10 5 这只好像很 很强耶 啊 把真的换掉好了 用巨大火箭筒 一次攻击多名敌人 攻击范围也会扩大 这只算范围型的 接着这个 不看品阶啦 就是你要看你的实用度哦 我们先拍这来打看看好了 寻找对手 好 八个了哦 现在到有八只角色我就强化右下方了 去进行一些力量提升 那如果你有更好 更好的一套玩法 你也可以在留言区下方分享出来哦 因为这类型的游戏其实 我很少玩这类型的游戏哦 这光波好多支哦 先强化他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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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千紧报魔王登场 那么强哦 我们要强化右下方好了哎不行 我这时候应该来个合成了 我这个 都不见了哎 框框那是阻挡吗 地狱冰箱 再强化 力量提升 哎 哎 我强化那个干嘛 干嘛强化香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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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反正战斗已经结束了哦 哦 那我觉得 其实跟你碎片的多寡还是会取决在你的战斗啊 你的战斗你碎片够多你强化起来够强的话战斗当然就会更得心应手一点哦 这结束要那么久 啊 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 我觉得是一款相当不错的游戏耶 嗯 这边是排名啊 这个都看过了 礼包 随机卡片 那我们看一下 给了什么 哎呀 打努 还不错耶 给了打努 那这边 还可以买碎片 马上更换的话 看广告就可以了哦 好吧 游戏就先简短的试完到这边了哦 那这期待 期待一下台服推出吧 大家拜拜